花生當飯吃,我們最積極 我不是卓佳佳,我是奧斯卡拉 我是學問思潮黎文洛 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 花生當飯吃,我寧願聽人力,開玩笑而已 HKPenis.com,我是探長 今天,古海變話莫測,要虎南正經形勢 揭開古壇迷務,助你投資得心應手 花生台重點財經節目,同星期五萬八點 歡迎下載,或Youtube收聽收睇 古海雲圖 古海雲圖 大家好,回到第三節,古海雲圖 今次就到我講,講回2017年的投資版塊 我也叫大家準備一些紙筆密 因為今次都比較多 紙筆密 我現在在磨,我現在在磨 寫大字 我在磨,Daniel 好,未來年的投資版塊 其實我自己手上有六個 這麼多? 六隻股票還是六個版塊 我讓你慢慢講 講不完,下個星期再講 好,沒問題 剛才馬上來的第一個 就是國企改革的概念股 都不算是單一版塊 很多版塊入面 而主要為何選擇它呢 因為其實你看到中央很想去改革國企 我之前都講過 他們很想要提高國企的生產力 改善入面所有貪腐的問題 其實見到他們是很想 很著重去改變 很想有恆心和決心去改變整個國企 而且 其實之前都有很多龜律問我 為何說看好軍公股 其實我很少回覆他們 我不想不回覆他們 因為我不是只看好軍公股 因為國企改革的概念股 裡面有很多隻 所以整個國企改革的概念股 其實分佈在不同的版塊 而我自己個人都看過了 其中有三個版塊 其實我最想說出來 為甚麼呢 因為最重要的是 博家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他們不會出現股份 給那些股票 就是三個版塊 首先第一 就是軍公股 首先就是161 這隻就是中韓國際控股 我查過了 PB只有0.35 你就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電訊股 一定是762 真的不能離開 就是中國聯通 消息都很興奮合 而PB大約是0.8 不算特別高 另外兩隻 這兩隻是哪個版塊 就是油企改革 就是油股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的 三百六 中石化 其中一隻八五七 中石油 其實是憧憬他們去做一個 深化改革的概念 三百六 即是中石化 PB大約是0.87 中石油 大約是0.78 其實見到還有些空間可以去做炒作 都可以說說這兩隻股票 這兩隻股票 我今天有留意的 其實這隻八五七是衝穿了六元 是破頂的 是呀 昨天的市 真是慘 星期三破頂 但是破頂之後 剛剛就是美國意識之後 回來的市回落 另外三百六也是 有出了流市 就是會改革的 即是會在來年 有了一些新聞稿 即是線稿 我們當作線稿 就是講的 其實都是想動的 其實這兩隻 但是很不幸 現在停了在這裏 看看是怎樣 現在Sky給這些股票出來 都是我們2017年的寵物股目標 繼續給阿佳繼續講 而這個版塊 而國企改革的版塊 其實最主要 雖然有好的地方 但是呢 亦都要有注意的地方 首先就是中央的力度和決心 看看是否真的去到改革 看看有沒有半途移費 或者只是停留在表面 因為其實改革 其實影響到國企入面 很多不同的人的利益 以及權力 你都知道有權 就可以夾水 如果你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的話 那就麻煩一點 可能在中間會遇到不少的阻力 好了 這個就是一個隱憂 另外一個版塊 就是在加息前 我都很看好的 但是在加息之後 其實有個很吊詭的問題出現了 剛剛 剛剛 劉Sir也有說到的 這個版塊 就是內險的版塊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版塊有點吊詭呢 首先我先說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 就是因為 美國加息周期開始了 其實最近 中國國債的息率都上升 其實是有助這些版塊的盈利 為什麼呢 因為 香港的內險 全部都是大型內險來的 他們主要是買一些長債的 做一些長線的投資 所以他們收息的話 對他們是有一定的幫助 而且是絕對利好他們的盈利 另外 劉士宇和中正金和中保監 出來打壓那個險資問題 就是舉牌問題 其實這個是利好 其實是利好 是利好 香港上市的內險股 香港上市的內險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這幾隻內險其實是大型內險 他們很少做一些短線投資 不要說是短線炒作的事情 他們主要是做一些長線投資 以及他們的資本能力是足夠的 所以其實是絕對利好他們 因為他們是 因為這個打壓 是打壓一些中小的內險股 或者內險 而是了知這個世界 小隻是香爐 小隻是鬼 沒有什麼人爭取的時候 絕對有你自己自身公司的盈利 以及增長 另外 問題就出現在什麼呢 那個債價問題 債價呢 其實你看到昨天債價就跌停板了 中國債價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去到年尾結算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一正一負的問題 看看你哪一邊的數目大一點 如果你債價結算的時候 那個虧的程度是大 你債息收入的話 那就麻煩一點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內險股唯一的隱憂 而這個板塊 其實我自己看好兩隻 就是2318龍頭 業績好 而且增長動力也好 所以2318就是平安保險 另外一隻就是黑馬 2628就是中國人壽 那它的業績 大家看到是開始在改善 所以其實這件事都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隱憂和土署都說了 給大家知道 再度分析 遲一下 其實最重要是看下年 美國加息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下星期 中國債價 其實止跌了沒有呢 還是會有其他變數呢 其實這個是要注意一下 另外第三個板塊是什麼呢 就是水泥和鋼鐵板塊和能源股 其實這個我自己叫它 轉身一定要快的 這堂股份 因為它們很快的 價格的變動 而正正那個股價 就跟這些價格的變動走 另外 我自己最看重的 一定是水泥和鋼鐵 你說煤或者石油的能源的板塊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大家玩 因為其實真的太快了 隨時今天升可能明天就會跌 而且也是很受到中央的政策打壓 所以其實如果轉身不快就沒有玩能源了 可以主攻水泥和鋼鐵 大家看到鋼鐵現在已經升了 其實是有利於鋼鐵的盈利 而一帶一路會陸續出場 所以其實中央是為了增加 主要是中央想去保障陸的經濟增長 所以其實它是一定要去到 在基建方面發展 而那方面發展的時候 就是需要鋼和水泥去做配合 所以其實是創造了一個需求出現 但要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內房 中央是不想內房升得太強 所以內房的投資可能會略為減慢 所以其實可能會起少樓 就會對鋼鐵和水泥的需求減少 其實都是一正一負的影響 看哪方面大 所以其實這個是炒上落 都是一個不錯的版法 另外就是 我也說了很多次 這個就是基建的版法 其實我是看好下鏈的 首先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中央想保住經濟增長 在6.5%或者6%左右 這個情況 因為他們缺少了內房版法的支援 所以他們必須要用到基建版法 去做back up 去圍住經濟增長 而近來就更加加速的 批了不同的項目 例如中國跌路投資的加速 已經批了1800億 另外發改委再批兩個高鐵發展 這是過千億人民幣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中央只可以用基建的方法 去維持經濟增長 所以其實他們看到的力度是很大的 其實大家看到我的post 我之前有一個post 是關於390 這張我都挺喜歡的 裡面其實說了很多 在今年 由年頭到現在 其實中國政府 是批了幾多千億 出去這個基建版塊 所以其實可以 對這個版塊看過線 而這個版塊有兩隻 剛剛說的390 而且這個不錯 我今天看回那幅圖 那個角色多漂亮 還有那個位置 守得多好 所以這隻都不錯 也可以追落後的 還有1800 所以這兩隻 1800是中交建 中交建沒有記錯 所以其實390和1800 在這個版塊 我都覺得可以看過一線 在下年的時間 另外它也受惠著人民幣 其實人民幣下跌 其實它也有一定的受惠程度 因為它如果那份合約是賺美金的話 其實對人家是有數的 也可以幫助企業 即是有些產能過剩的情況 令到一些行業可以走出去 因為人民幣貶值 你的東西便宜了 其他國家需要你的東西便宜了 所以其實有助他們的出口 只是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他們是用美金買的材料 那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到時可能要給多了錢去買 那樣東西 那就令到成本增加了 那這個就是引憂 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版塊 主於這個版塊 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除了中場線投資之外 其實這個版塊 在這半年以來的波動很大 所以短炒其實炒波幅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另外 第五個版塊就是賭股 這個大家都知道 賭股是由今年年頭開始 其實見到是有改善和有增長的出現 甚至去到九月的時候 八、九月的賭收甚至是正數 去到現在還是正數 當然有人會認為是基數的效應 但是其實我覺得 基數的效應也好 是不是基數的效應也好 其實賭股的增長 是大家看到的 它已經正式轉型了 是由VIP賭台那邊 去中場 其實這才是一個良好發展的收入主因 所以其實賭股的增長 可以看回高一線的 在跟隨的時間 這個禮拜都講賭股 我都有少少看法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最新的正式 通過開賭法案 當然這個開賭法案 就會令到澳洲投資者 脫切離開澳門的賭場 香港也有一隻日本賭場概念 大奶明 Name Name Dynam Dynam 八九 八九 以前又有家兄 最喜歡他介紹 最初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他玩彈珠機 黑社會來的 都上來 我都見過他們的領導人 他做彈珠機 有些有問題 不說了 免得說太多 免得說生後組 我怕生後組會聽廣東話 他一定會 現在開賭後 對澳門是有影響的 但我又不覺得 我影響的層面很大 2022年 第一間 因為日本人的民族性 自己夠爛賭 不用中國人過去賭 他玩彈珠機 已經可以上市了 彈珠機很開心 總之以明珠彈珠機是假的 電玩遊戲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現在 我自己 因為這個禮拜 賭股 因為這樣 而下跌了 但我自己看得更清楚 賭股 不是因為這樣下跌 賭股也是因為北水買了賭股 這個禮拜 是下跌了 是北水有沽賭股的 所以我自己認為這樣賭股 在這個禮拜下跌了少少 但是暫時 我想先觀察一下 這是壞消息 看看 接下來的一月很快的聖誕節 農曆新年 即2017年 一月底又是農曆新年 可能一兩個月後賭股 如果的數目 根據Sky這樣說 中場值和消閒 展覽業務 是增加的 或者旅遊又旺 其實賭股仍有支持 是的 儀賭股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有三隻我自己喜歡的 即是27 1928 和880 這三隻都比較好少少 說一下名字 27是銀河二落 1928就是金山 880就是奧博 好了 最後一個版法 其實這個版法 我都掙扎了很久 因為是科網股來的 真相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而且很強勁的 當然我先說哪兩隻股 一定是龍頭 700 和我長期推介的268 這兩隻的增長都很高 但問題是 現在的情況 就是沽著科網股 科技股 其實700我等了很久 跌穿185元 等了很久 我不是罵他 而是 我希望他快些穿下去 因為其實我之前說過700的業績 都說過幾多 穿185之後 有很大機會見180 而且我自己計算的數 其實我沒有告訴大家 最悲觀的那一刻 其實要見176元 176元 就是鑑圖看出來的 嗯 就是鑑圖兼計算 反彈比率 剛好 剛好 沒有問你怎樣計算 總之看到時候準不準 其實最悲觀 是去到那個位 所以其實 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要看 那個業績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我其實 上次分析過700的業績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成本 成本在下一份業績更好就會轉 當然這股間用的建底可以反彈 低廟就重新升軌 我應該還是建底慢慢入隱 然後因為騰訊地供價下來了 也是去第二位 給了匯豐上去 但問題是大家這樣想 我那天有留意到的股價 我經常都在market上 我留意到騰訊那天 是一路扔上去 扔185元那天 最低到184元 接著是立即有急盤 在星期三借他將市托上去 22630點的水平 借他托上189元 189元之後 當然了 這兩天議息完了之後 港股也下跌 所以拿他來利器 就是用來將期指 做低下去 所以這兩天又跌倒了 但我想大家不用留意 都都真的有價值投資位 即是說真的再插心一點點 才去思考 還有看看中國那個 會不會有特朗普上來之後 會將科技市場開放 即是可以讓Google進來 資訊主持人 Facebook進來 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暫時 騰訊還是有優勢 即是暫時來說 所以這些股票 留意 抵買就買 即是2017年 心目中的位到就買 還有看形勢 因為這個股票 炒股票是這樣的 河東河西 一會兒就炒到 升到你不信 一會兒就跌到你不信 大家就捕捉 什麼時候轉個位 就納入去做你的寵物股 將來慢慢疼它 所以不鼓勵現在在 現水平180元 你可以炒來炒去 但是不鼓勵你就長渣 我個人也是這樣想 所以 以上六個板塊 就是我自己17年 暫時的主力投資板塊 很快的 很快就說了 明天就化了文字 我們2017年 集中說這些股票 好嗎 好 我們等一下五分鐘 Daniel有沒有補充一下 微股怕不怕 今晚四重見 不怕 說不怕 挺有信心 我對你也有信心 其實美國三大指數期貨 現在仍然升 我剛才看到綠色 不是開始還是升 他計算開始過口價 最重要現在 人們剛開始上班 8點半 因為他標準時間 是再遲13個小時 現在不是動字的 他計算開始過口價 所以一定頂住 他要跌都是開完市才跌 如果要跌 可能下個星期 美股會調整一下 但反過來 我又不是這樣想 因為這個世界 很多人這樣想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港股 跟美股會升 但我今天貼紙寫了 25萬億的港股市值 有六成多都是國內 我都要看國內 所以國內出現了 雙十二屠殺日 雙十二慘案之後 股會債繼續下跌的情況下 我個人覺得 港股還是悲觀了 但話說回來 國內會有沒有辦法穩定他呢 剛才我看清楚 習近平說 要把房子 不要用來炒 用來就住 其實中國要把房子來住很容易 中國的房子就像香港那樣 就是住宅增記制度 上海已經準備開始做 以及你有多少人有資產 接著就收回物業稅 所以中國其實很多稅可以減 叫你們買房子之後 你們以為民幣貶值 買房子可以保值 自己就蠢了 所以到最終就是房子貶值 你又不能賣 接著就要加物業稅 以及要住宅登記 證明有多少資產 所以中國是蠢的 下個禮拜 我講下個禮拜的試驗 年尾會不會有 例行的粉飾全昌動作做呢 我認為外資是很想做 但國內現在這樣的形勢 他們如果認為不行 他們會蓋盤蓋下來 因為他們不會跟你說情 因為雖然現在大家都 我記得我講過一個故事嗎 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叫大家不要上個禮拜 不要買三八百 三八百 為什麼會再跌呢 其實很簡單 都說外資是要登記了 才能買到心江通 這兩股未離 什麼錢可能一月離 如果他做你股市多開心 一月底做了一個低位 賣了去年 今年一月 下了一個市 農曆年初五 二月十二到下了一個低位 然後在下面磨三個月 收賄後 五月十二二十五 一聽我的號令 直接抽上來 市物升上 看到的 如果你留心看過的事是完全看到的 但我想下個星期危機就看著大陸 鼓匯債請大家留意 因為我們不能預測 你怎樣預測? 因為你不知道究竟止磋未 如果國內強硬的政策是止磋 不准債債再跌,不准停擺 當然可以,放水便可以 他要做事就下星期做了 之後基本上就收勞了 28、29、30班後就收勞了 如果中國區的政策 譬如支援債市政策是有信心的 外資都喜歡粉飾除槍的 不然今個月就沒理由 月初那兩個星期 將港股,好多隻的聚員總股 都打到一些關口水平為甚麼 不是想打穿它 沽空了它 去到Windows Jackson買上去 便做回好帳帳 這個真的這樣做 其實很簡單 因為下個星期只剩下 五個星期上班 我們就 但回到後便是聖誕節 最後一個星期就是兩天聖誕節 只有三天工作 只有三天工作 然後29日期節已算 所以下個星期的市場應該是靜和單純的 星期五就有日本優勢 英國是半日市的 最續目都是星期二 央行意識 加上星期四 美國推出的GDP 但這些我全部都不看 我看著阿爺 我看上證指數 因為他甚深呼三千一百點 買上來買到上去 接近三千三百點 現在對二百點下來 那怎麼辦 那你現在跌下來的時候 那你養老金又不入市呢 你中國經濟改革是怎樣 究竟是繼續收緊還是怎樣 那你如果不炒上股票上去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 加強中國普遍市民的內需呢 對不對 難道叫市民借錢來消費嗎 不可能 你一定是靠股市炒上去 令到大家心中富有 然後才會刺激經濟消費 所以其實他整件事是想這樣搞就炒上去 但是他現在只不過說中證監和中保監 就是不想那些險資 就現在在運水摸魚 但是這個世界很難說 水太清就沒有魚 炒不成 所以現在中國這樣的股市 所以其實我都寄予一件事 國內的股民都是不炒中國股市 遲些就炒港股而已 那梁振英不做了 看都看就這樣 梁振英不做了 到三月了 我們看看到時胡蘇貞上場 一個注重香港經濟的市場 還有對外國人比較有信心的時候 外資繼續在香港擁抱香港的時候 到時可能人民幣又升了 對不對 那市要大插胡蘇貞才有機會上場 過市不插的了 沒有了梁振英就插了鬼 香港不想插低那麼低 因為沒什麼意思 因為香港現在其實你插得低 大家互相去怕 因為現在人民幣跌 國內都湧進來買港股 那些外資很難控制 大家在玩定價權 大家不想給你便宜買 連滬廣東開的那天 還想炒五三四八點 又扔你 吃你一股 總之你們扔下來 我又拿回你的貨 其實大家都在拿貨來教技 當然現在是輪換板塊 像Sky 所說的 科技股便正在換 石油股便正在買 還有世界股 國鐵股 香港都正在買 但是買一買之後 又停在這裏 通常停兩個月之後 就看通脹 如果全世界港家認識 高增長高通脹高發展的時候 經濟增長 市場很簡單 市股票始終要上去 大家休息一下 這兩個禮拜 不要太積極了 放假了 大家有錢賺就放在袋裡 看到低位 我給大家一個位 總之200天線 21,700 下個禮拜應該是很大的支持 如果穿了 就不要問我21,250天線 這些當然穿了 接著嚇你 就見21,1 所以就不用問了 穿21,700 就見21,000 不穿的話 大家跳下舞宣 看都不可以穿的 接著是Window Justin 你做奇權的人當然不看就穿 沒有所謂 你穿基本上我走近 所以不怕 炒股票是很多技術的 大家不用擔心 繼續留意我們的貼紙 多謝支持 下個禮拜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我們最積極 HKPNUT.COM 我是鍾樹根 花生檔飯食 我們最積極